好 然後Vivi這邊 還遇過新娘指定要閨蜜上台接捧花 對 這其實也是重頭戲 對 捧花傳承 大家都會很期待說 到底誰會是下一個這個捧花得主 但我們通常在跟新人討論的時候 我都會先跟他確認就是說 你要先確定你的姊妹濤 他是不是願意上台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們願不願意被訪問 有些接到捧花的人 他表情是很慌張的 講不出話來 對 然後我剛好這個新娘 他是屬於就是年紀也比較輕 他就一直說 我的朋友們都很High 他說我不要 我不要視線讓他們知道 我給他們驚喜 他們叫名字的時候 他會很開心說 哇 我要上去這樣 我說那他們會不會叫的時候 我不願意上 他說你放心 絕對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朋友他們都是那一種 很High的那一掛這樣 然後所以我當然就主持 然後就開始唸 有六個名單就開始唸 一二三四五六這樣唸 就唸到其中有個女生的時候 你就很明顯的看到有一個 因為我們那天作數也沒有很多 就看到有一個女生 很突然很慌張的這樣衝出去 然後我也不疑有他 想說是可能是有什麼急事 要接電話什麼就出去 然後就唸 然後就發現 我們就開始點名 台上只有五個女生而已 然後我就開始問說 那我們還有某某某在哪邊 然後同桌親友 可不可以幫我們揮揮手 然後同桌親友就很大聲說 他去上廁所 然後就想說 他去上廁所 我就默默飄飄 就跟我注意說 你去廁所提醒他 就是剛好是捧花環節 請他可以趕快回來 然後我們在台上就繼續 結果我的助理們 助理就去廁所的時候 就發現他沒有在上廁所 他在廁所補妝 然後後來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現在捧花 然後就是有叫到你的名字 我們要到台上去 然後一起參與 然後那個女生就說 我視線已經跟新娘講了 我不參加這個抽捧花 我就是聽到你在唸我名字 我才趕快來廁所的 然後我們助理就說 不好意思 可是因為新娘可能不知道說 你不想上台這樣子 那可不可以麻煩你 趕快到台上這樣 他就很接著說 我絕對不會上去 因為我已經很認真跟他講 我不上台了 他還叫我上台 這是什麼意思 他就怎樣都不上去 然後結果我助理就很慌張 趕快跑了 從廁所跑來跟我說 他不上台 他不上台是不是 然後我就趕快 我就偷偷跟新娘說 他可能在洗手間還不方便 那我們要不要再找下一個女生 你現場有沒有其他女生 也覺得不錯可以參與的 然後他就現場 又趕快補了一個名單給我 然後就請他到台上 然後我們就順利的 把這個抽捧花抽完了 然後等到送這個新娘 回新娘房換狀 我才跟他說 剛剛就是有 我助理其實是有去廁所看 然後就說 其實這個好朋友 他並沒有想要參與 這個捧花的部分 然後就問他說 要不要跟這個朋友打個打聲招呼 這樣 然後我新娘沒想到聽到 因為他本來以為 他是只是去上廁所 來不及回來 聽到說他是故意不上台之後 新娘超生氣 就說這個女生 他故意不給我面子 他根本就是給我難堪 我婚禮結束之後 一定要跟他絕交 然後就超火大 就因為這個抽捧花的部分 可是他明明就 人家有跟他先講好不上去 對 可是我覺得在婚禮當天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說 就是對 給新娘一個面子 不要這樣子 他沒有想到他朋友做得這麼狠 真的完全就是怎樣都不上台 所以一場婚禮 好像都要先惹好 是不是 比較建議是這樣 對 比較建議 比較不會有突發狀況 真的 對 好 那Tek是有個朋友 收到爸媽的生日禮物 但是反而讓他背負了壓力 他就是剛出社會上班 然後剛出社會上班的時候 隔一年 他的爸媽就很開心地 想說要幫他過生日 就去他住的地方 然後就過生日 過生日的時候 他爸媽就拿出了一份合約書 那個合約書是房子的合約書 就告訴他說 你生日 爸爸媽媽送你一間房子 他開心地一打開 頭期款爸媽已經付完了 但接下來每個月要付兩萬塊 爸媽就說 你有上班了嘛 工作穩定嘛 你就自己處理 爸媽就是幫你付這個頭期款 但是這個房子就是歸你這樣子 當下收到的時候 他覺得他是自己被強迫中獎 因為他其實還不到可以買房子的階段 然後他也覺得他其實現在 因為他一個月就領四萬塊 然後他本來就很孝順 所以他每一個月就固定會給他爸媽 一萬五的孝親費 固定一萬五的孝親費 你想他四萬塊 他現在是多兩萬塊的房貸 還要給他爸爸媽媽萬五塊 他存五千塊 他要怎麼生活 而且他還有其他的什麼電話費 水電 然後還有一堆有的美的開銷這樣子 他就覺得他這個生日過得一點都不開心 然後他又不好意思去拒絕爸媽的好意 因為爸媽就真的買了一間房子 頭期款幫你付了嘛 那他就想說 那如果我現在是把爸媽的孝親費減少呢 好像也不對 所以他就還是一樣是撐住 一樣領這四萬多塊的薪水 然後六日就變成沒辦法休假 他就去打工 然後來補足他的一些 一些多的費用這樣 然後他那時候每次我們約出來要吃飯 他都會跟我們說他真的沒有空 因為他都在打工這樣 那有一次我們就到他打工的地方去找他 就問他說 那你現在狀況如何 他說他真的快承受不住那個壓力了 他很想把他的房子賣掉 可是因為那個又是爸媽買給他的 他又不好意思賣掉 然後他說因為他現在爸媽買這間房子呢 又離他現在工作這個地方又很近 對 然後他就說他其實很兩難 然後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他也沒朋友了 然後也沒錢了 什麼都沒有了 生活品質都沒了 然後他就覺得 他爸媽這樣對他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但我們是他的朋友 我們就說很好啊 那個有房子可以住 怎麼會不好 可是他好辛苦好辛苦 他到現在都還是一天 就是六日他都要打三份工 他才有幫忙去還那個 這樣打到時候 很辛苦耶 OK 好 謝謝 謝謝